你好 欢迎收看5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宜慧 刘一峰神父天癌若比林文化艺术基金会 27号在玉里天主堂二手物流仓库二馆 举行的慈善画展开幕记者会 行政院院长陈建仁 贤抗力也专程历临现场 和刘一峰神父以照顾拼图 十大事工十全十美 完成刘一峰神父 照顾台湾的最后一块拼图 为画展展开了序幕 与会嘉宾依序贴上评图版后 再由神父刘一峰 与行政院院长陈建仁 贤抗力共同评贴出台湾的地图 象征着也完成神父刘一峰 照顾台湾的最后一块评图 为牧养57载彩绘迎日出慈善画展 揭开序幕 画家林大洋为了帮助神父刘一峰 照顾弱势 慷慨捐赠47幅的画作 以及37件的手稿 开幕会上画家林大洋也亲自导览解说 一顾潘世光神父的肖像画 以及教堂这两幅画作 与院长贤康里分享 以资源回收带领社会弱势族群自力更生的神父刘一峰也花费20多年为老憨儿披肩一峰园 现在积极筹建日出家园 希望能够为社会低沉更生人一个家充满温暖与爱的避风港 神父来台57年照顾弱势无私奉献 新政院院长陈建仁赶佩说 刘一峰神父是最美丽的台湾人 实际上刘神父所照顾的每一个人 对刘神父来讲都是很可珍惜的 像耶稣基督一样可珍贵的人 这就是刘神父的精神 他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很珍贵的 很可爱的 很值得珍惜的人 就是这样的精神 让我们常刘一峰神父的身上 看到天主所说的 能够结好果实的葡萄汁 这真是就是我们的刘一峰神父 我们要给刘神父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不好 真的是很了不起 最美丽的台湾人 院长陈建仁深深被打动 神父刘一峰对于来自台湾各方的爱心 协助遭祝容的二手餐库迅速重建起来 也藉由这一次的慈善画展至上深深的谢意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画家林大洋 他很慷慨的吧 他全部的说话的都交给我们 来帮助弱势的朋友 他让我们自己决定要怎样安排他的画 在才刚新建完工的二号餐库举办的 牧养57载彩绘英日出慈善画展 写实记录台湾社会弱势族群低沉工作者的生活 画中人物的眼神充满张力的肌肉 让观画者无感深刻体会到对生命抗争的喘息相当精彩 画展从节日起转到7月2号 记者是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